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日本清华时期 四川大的小小一百多个军阀全部率川军出川抗日 这其中有一个军阀的名字就不得不提及了 他就是刘湘 成都大义人 民国时期四川省主席 他作战勇敢 也有一个巴比虎的外号 虽然军阀受到政府的控制 刘湘依然可以不听命于政府的命令 1937年 日本发动全面清华战争 作为四川省主席的刘湘一呼百应 命令川内所有军阀全部出川抗日 刚开始的时候 只有三十几万军队 当时的川军被认定为是中国最差的军队 因为部队穿的和乞丐没有两样 瘦的和猴子一样 武器也是最差的 几个人才能用一把步枪 即使这样四川人骨子里流淌的就是不佛的血液 抗战八年 四川总共投入兵力350万人 伤亡六十多万 为全国之首 兵熊熊一个 将熊熊一窝 充分体现在刘湘身上 刘湘去世 留有遗嘱 抗战到底 始终不渝 即敌军一日不退中国境 川军则一日势不还乡 在刘湘死后 川军没有忘记这个信条 后来初川的军队人数也在越来越多 川军也许不是最能打的 但是川军一定是最不怕死的 川军有350万人的川人向全国同胞交代 川人从来未复国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喜欢的可以收藏转发哦